好川普的当选当然影响到大家最关注的另外的就是战争到底会不会停呢 现在看起来恶物战争大家很期待来说是不是可以赶快终止 因为川普一直挂在嘴边说他会一天就把它结束了 但是呢以色列对上了这个加萨也好 对上了黎巴嫩也好对上了伊朗也好 看起来是不是会雪上加霜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普清对于川普的当选 好交情不在了吗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那他没有去祝贺 因为川普一向就是挂在嘴边说他跟普清是好朋友 他可以一天之内就打个电话什么就解决这场战争 那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讲说 目前普清没有祝贺川普的计划 因为呢美国仍然在这个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名单当中 被问到是不是会破坏两国的关系 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破坏 因为现在中俄的美俄之间的关系 已经是处在历史的最低点 已经没有在更坏的余地了 前一阵子人家也去问普清就说你比较挺贺锦丽还是川普啊 然后他就说挺贺锦丽因为就是感觉比较好预测吧 他比较常笑吧 那川普那时候还自嘲啊就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被羞辱了还是他是要帮我一把 但是现在看起来更加瑟瑟发抖的就是泽伦斯基 昨天泽伦斯基立刻去祝贺川普当选 还改口讲说赞赏川普的实力和平方案 之前选前泽伦斯基一直抱怨甚至还批评川普 但是面对这个结果也只能赶紧发表 祝贺他在Facebook发影片强调支持川普曾经说过的用实力实现和平的方案 那也表示呢正式能够透过实际推动这个乌克兰实现公平和平的原则 赶快就向川普来靠拢一下 那川普过去曾经讲说一天要解决俄乌战争 那真的有可能吗 CNN讲说川普的胜利恐怕仍然对于俄乌战争当中奋战的乌克兰产生影响 由于川普上任之后应该会减少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所以基辅得要赶快做战略调整 那这个就职典礼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 不知道川普会不会上任前就会有所动作 但是川普毕竟是个生意人 所以凡事就是谈判跟交易这样来做思维 那还有现在朝鲜不是也挺紧张的吗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南北韩现在都已经在集结之外 这个北韩的部队甚至也加入到俄乌战争 那所以这个川普过去曾经也跟金正恩在任期之内见面过三次 现在乌克兰跟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讲说 北韩已经加入到这场战争冲突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川普也会出手 让这个北韩的这个朝鲜状况也变得比较和平一点 甚至让这场乌克兰俄乌战争赶快平息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来说 看到这个外电的报道 说俄乌战争其实川普的想法是 他觉得泽伦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 然后他认为俄罗斯注定胜利 过去他多次表达对于普京的钦佩 中东问题的话 共和党基本盘他们支持的立场十分坚决 在前一个任期曾经推动许多有利于以色列的行动 他跟纳坦雅胡而且是好朋友的关系 私交很好 两人经常沟通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以色列 纳坦雅胡立刻贴上了两个人的亲密合照 就好朋友的照片一起握着手 那他就讲说恭贺川普的当选 要跟他讨论伊朗 以及对于他以色列的一些安全威胁 以色列的办公室他们也发表声明 就说两人谈话的气氛热烈且争执 那他恭贺川普的胜选 所以哈马斯也好 或者黎巴嫩也好 恐怕真的是很疲惫了 川普上来不知道又要造成怎么样 中东的一个动荡 他希望川普不要盲目对于以色列支持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讲说 这个疲惫的中东 忐忑的欧洲 现在美国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 短期之内建立决定性全球的引导力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两大战争 造成了这一次贺锦丽的这个 等于说失败呢 川普的讲法是说他不会开战 在他任期之内也没有发生战争 那他会停止战争 再一次的这个四年任期里面 除了打扮伊斯莱国之外 没有发过任何的战争 所以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民主党败选的主因 拜登退选 贺锦丽落败 然后俄乌中东两大战场 现在迟迟没有办法结束 就看川普上来能夺快的速度 让这个变成一个新局面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川普当选以后他讲过 他说他立刻要左手的 都没有提到这些战争 他真的要左手的就是 要把他那个边境的问题先解决 现在是比较好解决的 对所以事实上 美国今天的媒体很多在讲说 全世界对川普上任的反应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蛮负面的 大家都准备说 这个川普的手 什么时候伸到我们国家 我们自己要小心 然后他也在竞选期间中 对很多国家都发表了负面的 欧洲也是要被课税 川普说这个中国是一个挑战 欧洲的问题更严重 欧洲是高度保护主义 农业什么都不让人家进去的 这个东西他上台也要怎么样 也要用关税来对付欧洲 所以欧洲现在也蛮紧张的 欧洲两层 一个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美国一撤手的话 欧洲人就怎么讲呢 他真的面目就露出来 就是怎么样 设立内刃 嘴巴讲得很硬 手上没有工具 欧洲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在街上 接下来就是欧洲会跟 美国会跟川普会跟欧洲算账 贸易的一笔账 他觉得欧洲这些保护主义 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是不是像英国的话 他就曾经就说 准备要加20%到30%的税 那可是英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已经讲强硬 他说这个如果要跟我们 开贸易战的话 我们也不是这么好惹的 就这个意思 那像这个墨西哥的 这个总统也说 大家不要太担忧 因为川普要解决 这个边境问题 就要墨西哥配合 尤其这个非法移民 都会让墨西哥 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 亚洲这边的问题 欧洲南美洲都非常的严重 对于川普上来以后 都在那边妥谋对策 那对川普来讲的话 我刚刚讲 他实在是在竞选中 讲太多事情了 他要一一承诺 他第一个一天之内 打电话给普丁 普丁现在就给他一个钉子碰 我不跟你通电话 你要通电话 你先带些礼物再来 所以川普现在是自得意满 可是挑战还在前面 他不是倒吃甘蔗 我看他是正吃甘蔗 刚开始吃到甜的 后面的苦的都要出来了 他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的 好 请教立将军 川普跟泽伦斯有见过面 其实在我刚刚讲的 《一出即发》那本书里面 艾斯佩也曾经描述过这一段 他对川普那时候当总统的时候 对乌克兰的态度 那时候有一笔钱要军援乌克兰 川普不同意 他不愿意拿钱 为什么我们要拿钱给乌克兰 那时候后来大家劝他 后来有一句话打动了川普 川普才批同意 你知道怎么打动他的吗 所以艾斯佩跟他讲说 总统先生这笔钱 虽然说我们是付给了乌克兰 但是他们会拿这笔钱 回来跟我们军火商买 买我们的军火业 会促进我们自己的军火 军工产业的发达 川普一听到这句话 马上立刻批 从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川普对于军事上面 他抱着一种什么态度 我能够赚钱我才会批 所以我赚这笔钱花出去 我一定要回收回本回来 那第二个来讲 我们看到川普其实在 这个9月份 有跟泽伦斯基有见过面 那时候泽伦斯基到联合国大会 去演讲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原来 不肯见他的 但是后来还是见了 但是见了我们都知道 那是非常很尴尬的场面 他等于说不给泽伦斯基 一点好的脸色看 虽然说那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但我们也看得出来 他那时候他给泽伦斯基的脸色 是非常的难看 然后甚至于批评 讽刺泽伦斯基 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推药员 每次到我们美国来 只是要一些钱回去 要一些军员回去 拿我们美国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边这几次的动作 我们可以知道 川普在他当选之后 他会对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 俄乌战争还没开打 现在开打 不但开打 而且到最近这段时间来讲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况来讲的话 非常的这种状况非常的不利 然后甚至于他乌克兰前线的这种指挥官 都说我们前线快溃败了 那我们在这个库尔斯基那边也看到 他即将整个团被团灭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乌东战区他又守不住红军村 那泽伦斯基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状况之下 你想想看 这个川普如果就以一个生意人的眼光 如果说你今天乌克兰能够打胜仗 我或许会投资你 我继续能够获胜 当你会打败仗 我干嘛还要投资你 那这钱不是打水漂的吗 那我听说川普在这个选前 他有曾经讲过一句话 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他认为说是乌克兰是不可以进 不可以参加北约的 所以说小泽 泽伦斯基真的是打一场心酸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讲了一个条件 说是乌克兰划分为一个缓冲区 那这缓冲区的费用要 其实军队谁来驻守 是北约军队要去驻守 他美国不派兵进去 也不出钱去那个地方 去驻守那个缓冲区 担任这个缓冲区的军队 所以我们从以上 川普讲的这些话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当这个如果说是川普一就任之后 可能我个人认为说是 不管就战场局势 或外交上面 或国际关系上面 可能这场战争 应该在明年就可以看到一个结局了 好 请教李老师 对 我觉得最耐人群位 就是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其实发生重大变化 是2014年 克里尼亚 俄罗斯并吞 从此之后美国开始有些制裁 八大共和国就是把俄罗斯出名 变七大共和国 到欧巴马任内 最后的时候 那是在2016年大选 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川普去白宫建欧巴马的时候 欧巴马当面跟他提说 我们这次美国大选 有俄罗斯的揭露 俄罗斯的駭客入侵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意图要干预我们选举 可是当时的川普是不是可否 到了2018年 川普就任后的第二年 很多人的反对之下 他去跟普丁见面 在那里见面 在芬兰克克尔兴斯基见面 而且出来之后 川普还为普丁保证说 不觉得俄罗斯有干预到美国的大选 我要讲这段意思是说 其实川普在一开始 他对俄罗斯的印象并不差 甚至对普丁个人 也还有点心心相喜那种感觉 只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 川普所任命的第一个国安顾问 这个弗林 24天就下台 为什么下台 就跟俄罗斯相关 因为他在还没上任之前 就私下俄罗斯的驻美大使 找他吃饭 谈什么 谈希望能够帮忙 欧盟解禁武器军营给俄罗斯 所以弗林在这样状况之下 而且他没有上报 最后就是被检察官 在川普任内四年都被追杀 最后是川普赦免他 但是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在乌克兰 因为昨天应该是 全世界都很震撼 民主党很失落 但是真正影响最大 心里最不好受的 应该是泽伦斯基 他应该在盘算下不该怎么走 老实说如果没有拜登 挺着乌克兰 因为拜登等于是把他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 跟支援乌克兰是绑在一起 包括在这次大选当中 但是川普明显就不是这一套 而且不只是川普 川普旁边的一些人 包括副总统 凡斯都讲过无数次 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 美国没有必要给他空白支票 这次刚才将军有讲 9月份的时候 泽伦斯基到纽约 还有参加联合国大会 那见了川普是有点尴尬 而且还有一个行程 泽伦斯基去宾州看兵工厂 这个兵工厂是生产炮弹给乌克兰 可是在场并没有邀请 任何一个共和党籍的议员 所以当时共和党整个是气暴 说怎么可以这样 甚至要求说 要求这个乌克兰